李丁 小悠 转 山肯定 山肯定 看 李丁 上去 不 山儿林 行了 来不及了 到我了 李丁 同志们 时间紧迫 突发情况 否则 我们也不会公布 我们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 接下来 你们将看到的 是270里的最高机密 也是 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 我提三点要求 一 只看 不说 二 只做 不问 三 以命相挺 假如今天 我们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今天 所有发生的事情 这辈子你给我放在肚子里 全明白了吧 明白 打开龙宫大门 是 判断 商量 的 这 套艇 趋势盘 大门 排 三 七 三 进入换位 启动测减程序 完成早餐状态 升级转换 三 七 二 热排 好的 做好残提架木 确保调装之前 不会产生任何贴差 是 队管班 走 抓紧乔修库水电 是 卫生员 到 马上和旅卫生队进行对接 确保随时救援 是 同志们 这是我们的国宝 人在 导弹就在 听见了没有 是 明白吗 是 出发 出发 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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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 走 大国 走 大国 你们两个跟我到作战指挥室 有新的任务 是 网上 后终 到 里面 未后 悦 无论 再解死 这次地表烈度不再加大的情况下 可以维持二十四个小时不偏袭 刚才我也跟基地的领导确认了一下 发射任务不变 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准时发射 这次的受损情况 基地的意见是 对加注燃料的弹体 不适合吊桩离开书籍 这不符合占标 一旦发生了地震 地面吊桩的车辆 也会牵扯到被吊桩的弹体 简单地说原来只是摇头 一旦发生地震之后 就变成了白尾 所以说我们只能抓大放响 确保发射 同志们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万无选择 此时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我们现在是父辈受敌 大自然这个敌人 从来不按常理去出派 我们现在是树井受损 待机库也受损 这条裂缝 纵深处 最深的地方到了九米 九米什么概念 再往下一点 我们的电缆和光缆 将会全部撕裂 作为参谋长 我希望你们 此时此刻 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来 拿出你们的信心 专业 特别是勇气 无论发射当中出现什么情况 一定要确保这枚导弹 在树井里边 不发生任何问题 接下来 我要强调重要事物 第一 要尽快地恢复 待机库的秩序 确保准点发射 第二 执行动六洞任务小分队 必须马上出发 要确保安全到达 开始安全系数校对 是 不能扫养的那样 能不能扫养的那样 现在顿时 倒计时 十个小时整 没有问题吧 报告 我还没任务 报告 我们俩都没任务 好 那你们俩留下来 其他人回归站位 是 你们俩没有得到 正式岗位的任命 所以 我就给你们俩一个 非常严峻的任务 你们看 熟悉吗 这是你们在学校 和工业部门学习的型号 这次任务 就是要检验此类型的武器 在极端的条件下的 生存和反击能力 我相信这次任务 对你们俩来说 一定是了如指掌 所以 我就交给你们俩带队去 报告 什么时候 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可现在我们正在 想求待机库 这么多事 打起仗来 事还叫事吗 所有的命令我都可以执行 但是在我看来 定型是个大事 可是抢修更是个大事 更何况 更何况 你不是一直梦想着 把新型的东风导弹 亲手送上太空吗 现在机会来了 你在学院外 学的也是这个专业 你在学院外 还专门研修了这个型号 所以 旅长和我的意见就是 坚决执行基地的命令 你们把新型的装备开出阵中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保护国家财产和作战装备 大部队正在向这里积极 人手足够用 你们俩要做的 就是要完成好 这次的定型测试 测试地点 1411测试阵地 1411 到时候 三三四结果的测试程 对 你们俩快去准备吧 其他的人员和车辆 都已经安排好了 是 保证完成任务